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其实我想我们尤其国内的观众 对您的第一次的了解 或者说第一次进入人们讨论的事业 可能是一部片子 一代宗师 你这么说一代宗师吧 那时候我很幸运的就是因为 这个班底是整个亚洲最知名的 没错了 我就想说这话 对 因为我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班底 所以吸引了我 要去里面学习 但是我很幸运的是 我在这个设置中 我拍了三个月 就演了个南方宗师 但是到最后帮我把我的戏给剪了 我知道 对 那时候看到了这个梁朝伟啊 这个张吉啊 这个王家卫啊 这些都是大腕 顶级的大腕 那是 对啊 我说能跟他们 国际明星啊 能跟他们在一起工作 能感受到他们工作的这种 工作的这种时刻 这个刹那 你本身是学习 那时候 我跟这个梁朝伟 那时候我很尊重他 我特别喜欢他 那次他过来 他看到我 跟我点个头 我觉得特别很有礼貌一个人 就是很多中国的大腕 很难做到这样子 是 是 对 我就觉得 我们在海外见过一些中国来的大腕 对 有点脾气 对啊 我觉得真正的大师 他应该是 归于 民间的大师 没错 这样的大师才是真正的能够维很久 因为艺术它是真正是来源于真正的人民 来源于群众 没错 你反映的是这个时代的思想 而不是反映你自己 表演是表演整个时代 人们所思考的东西 我还记得就是 我参加上一电影节 这个连伟大的导演连导演说 演员在我的电影里面都不重要 你们不要写的 你们重要 你们表演都重要 你们都不重要 你们就是个角色 你们就是个角色 你们演的是 不是呢 你不要觉得你这角色 你认为你重要的 你都不重要 不是非你不可的 对 所以我觉得演员是 当你在演个角色的时候 你应该是 是把这个角色 你要能够塑造成为 为了要经历史考验 希望他这个角色能够 留下来的角色 为这样的创作的理念 我不是说 哇 我沿着一下火了 怎么到怎么到 我觉得 我现在的创作理念就是 我希望拍部 能够让我 能够 很多年后 别人能记住 这样的角色 我就分享一下 就是我去年 我在好好的 的时候 中国的一个导演 邀请我回中国 拍部片子 老公学院 老公学院 我演个二姐 零零枪 有点有点意思 因为我在别人的心目中 还是比较运寒 是啊 怎么样他都把我 靠近了这个娘炮的角色里 我也想不明白 当他把这个本子 带我看的时候 那是我的闷溃 因为 这个角色是充满的魅力 谁能看这个角色 谁能演好 绝对观众看到了 都会喜欢上 因为他的角色本身是 他的复杂性就是 因为你本身是个 硬汉的角色 但是你要演出 他里面的娘 这可不容易 用两个极端的表现 来表现出 他导演想要表现出来的东西 这可不容易 对 那时候我是留着胡子 是啊 演个娘的一个绝 我每一天 要出去拍摄前 我内心都是崩溃了 我说我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每一天都很痛苦 有点纠结 因为我还跟那个猪 小猪搭戏 就很小的猪 我为了跟他培养一个感情 我让他跟 这个小猪跟我住一个房间 您知道猪的味道很臭 是啊 我给他洗澡 我跟他喂牛奶 我给他上床跟我玩 我跟他玩 然后但是 我跟他相处一段时光 我觉得对我来说 对我的表演来说 是帮助很大 他基本上一两条就过 一两条拍就过了 那可不容易 他很配合 我觉得 他是个伟大的演员 我还跟他取了一个小名字 小冰冰 小冰冰 对啊 看来应该给他颁个奖 对啊 我觉得这个猪 我说跟猪表演 真是 对我的经验说 太挑战了 这不光是挑战 有点匪夷所思 当然了 我们还回到 一代宗师 其实我这里 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因为一代宗师的导演 是一个很苛刻的人 对 王家卫 是一位号称中国在 不仅仅是在香港 即使在整个中国国内 华人世界 华人世界里面 真的说 他可以跟李安 绝对是齐名的 这种带有个人 特别有性格的导演 他看中了您 先不管您的最后 最后这个片裁成什么样 但是作为一个导演 看中您 他看了中您什么 或者说您什么东西 入了他的发言 有没有他跟您聊过 这个好像还没有跟他细聊 但是我跟他 但您理解 他选您做这个角色的 主要取决的什么 我形象适合 我身上那种气质适合 恐怕气质更多一点 对 气质更适合 因为你形象长得好看 大吧 是是 中国大吧 现在这些长得好的人 不行太整形了 对呀 改整形吧 各个都是标准化的 为了演一部电影 整形人多了 对呀 我现在很多中国的女的 长得都是一个魔 真的很麻烦 已经没有个性了 我觉得演员 许回家里以后 不知道是张三还是李四 我觉得一个演员 你在塑造的是你身上的个性 你的精神 你的灵魂 而不是说你长这个脸 你脸不算什么 观众记住的是因为你 留给观众这个精神 你分享给世界人民 这是你角色身上 所留下来的这种精气神 你形象里长什么 别能记住吗 记不住 一下子就忘记了你了 你说的记不住 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因为我在西雅图住了好多年 西雅图的夏天 是很多好莱坞的影星们喜欢到那去度假的 我经常在码头看到很多好莱坞演员 我不骗你 我在下面看他们和他们在台上演戏是一样的 长得是一样 就说明他没刻意化妆 也没有刻意装饰 他就那样 只是在下面穿的更随便一点 穿个短裤 左手抱个孩子 右手领个包 就是演员他并不是那种为了某一个局 或者为了我这个左面脸好看 我整一整右面脸好看 我整一整 还是以自己的表演 作为自己能够立身于影艺界 或者说能得到同行的认可 能得到导演的青睐 同样 我是觉得 我觉得很多朋友 我也参加过 也看过一些朋友的各种talk show 他们就说 如果你能被导演能看重本身 那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事 你看美国这些大导演们 他在选角色 他一个角色 他ABC 三个角色 他最后能选下来 且在那挣扎 我们不知道他们其他怎么挣扎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先不管这部片子 您的戏份多大 您最后公演了以后 片长有多长 最重要的是 在这样一个顶级的导演 演员 豪华阵容里面 我个人以为 这也算是一种荣誉 或者说 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学习机会 通过这种机会 你一下子 你对整个电影的 就是比较高级的 制作的团队里面 一下子你学习到了 对 我是在乎的是学习到了 没错 再提高你自己 比如说 我不是说别的 是 对啊 因为我们年轻人 我们在乎是每一个机会的学习 和每个机会的提高 因为年轻人 你一定要给他机会 你有机会 你才能够用你的这个能力 展现出来你的才华 如果别人不给你舞台 别人不给你机会 博乐不藏油 千里马 金藏油 对 千里马很多 但是你需要博乐去 对 去认识他们 对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 为什么好莱坞的一些选的演员 从一个角色 众多里面划定了一大圈 最后就选了一个 你说他是幸运吗 我不认为是 绝对不是幸运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每个导演在选定个角色的时候 他在乎的是 这个演员和这个角色 身上的契合点 相交点 交汇点 是否符合他心里面 所任何的 角色里面的这个你 而且这个角色本身 你得让导演认为说 他承载的是我的这个想法 对 他能够把我的 这个电影艺术的思想表达出来 对 他还跟你聊 他通过他跟你聊的过程中是 让你能接受他的电影观 让你能接受他对这个人物的所有的理解 如果你能表现他的理解出来 这个角色就是你的 你知道我想起什么 我记得当年美国一部电影《Forest Gun》 我们翻成这个叫什么 阿甘传奇 对 他这个演员叫Tom Hanks 他在接受美国ABC的Babla Water专访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最后演出的说那句话 是我自己加的 导演没跟我说 这个编剧本也没有 他就我就随口就说出来 人家就问他说 这个生活 你怎么理解一个生活 你有那么多经历 你怎么理解生活 他说 Life is a box of chocolate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他就说 我理解导演想表达什么 我就用一个box of chocolate 他说因为我家里小时候很穷 我妈妈总是给我们买一些巧克力 然后让我们大家有一种惊喜 所以人生的惊喜才是人生的精彩 他把这话说完了以后 旁边的导演连声称赞 导演跟演员的株连闭合 选演员选得好 导演呢 其实演员本身也在选导演 说实话 你是个烂导演 有些演员也未必愿意上你的戏 即便片酬给点钱 哪个演员缺钱还 所以其实就想说明一点 一代宗师作为一个平台 当吉飞龙登上这个平台以后 就注定了他只能往上飞 而不会再去迁就那些三流的小片子了 他的好莱坞梦怎么实现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